优越正教所收盘中响 上市企业开心到高举双手欢呼 因为道琼中指连六跌上涨63元 废半指数也翻红涨41点 美股大回神激励台股绝地大反攻 周二台股大跌失手2万大关 不过邹山找盘受到全王台积电 占回800元激励 指数开高走高一度上涨200点 重返2万点 像在周四台积电法说会 投资人热关卡位 让台积电开盘大涨10元 以798元开出 截至上午11点最高涨到808元 稳住大盘军心 另外全职股包含鸿海 台达电 联电接上涨表态 AI概念股散热双雄旗红 双红还有围影分别涨2%到5% 让大盘指数上涨超过300点 本线我认为就是还需要观察 中东的这个危机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这个落幕 再来的话就是说台积电的法说会到底内容如何 以及下个礼拜即将美国又要公布通膨数据PC1 我们没有办法说马上就确定了 大盘指数呢跌到2万点以下 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一个这个调整结束 分析师强调今年指数已经狂涨近3000点 段期盘面仍会震荡整理 不过随着520行情启动 台积电供应链除能 航钛 军工 及大多根概念股都会比大盘强势 只是收正结束讯号何时出现 专家建议分批进场谨慎操作 留意美股是否借着中东危机快速落底 台股的后续表现才会趋于乐观 余新闻 唐欣 李奇 台北报导